成功大學 接下來會來到 第九組的參賽隊伍 歡迎到成功大學 技網中心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莊加州同學帶來的是 智慧製造的交響曲 Vito與Pop的安全樂章 各位貴賓 各位評審大家好 我們是成功大學 教練我要成為資安大師隊 我是報告者莊加州 大家好 首先 在今年年初 因為特斯拉曾經發生過 數位儀表板遭到年輕駭客入侵 這一項問題 所以我們想說 有這個設計過想 希望能解決這個 數位儀表板被入侵的問題 那我們主要是利用PURF 以及Vito device onboard的技術 那PURF的方面 它是用在製造商 那在製造過程 運用PURF的這項技術 那PURF的部分 是用在通訊以及認證的部分 那設計原理就是結合PURF 以及PURF的技術 那我們的設計目的就是利用PURF 它的硬體不可複製性 那這項技術 因為有這項技術的話 它就不需要公正的第三方 來產生PURF的Key 那除此之外 攻擊者就很難透過 複製同樣的硬體方式 那獲得相同的TRALEGED RESPONSE PAIR 來破解 那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降低成本 那FIDO device onboard 可以改善就是 它在製造的過程中 從製造商可以先把數位憑證都已經認證完成 那你的使用者就可以不用再經過這一段手續 那使用者也可以在得到產品之後 那透過廠商維護的物聯網伺服器 以及與數位表演進行連接及認證 那如果有一些軟體上以及資安上的安全漏洞 那也可以透過物聯網隨時更新 那這個設計過強的優點呢 就是 PURF它主要就是因為有物理部的複製器 所以它可以不需要公正第三方 來產生Private Key 減少Private Key被洩漏的風險 那它的成本比較低 那它就是 數位儀表板不需要額外的增加高額 成本來儲存數位憑證 那它也可以 阻止一些龐道供給 那FIDO的部分就是可以載入數位憑證 然後使傳輸跟通訊更加安全 那如果有 數位儀表板有軟體漏洞 也可以透過物聯網伺服器 來更新軟體 那我們希望能讓這項技術 未來能應用在智慧程式的一些相關產品上 藉由創造商機 以及保持安全性 那建議一部研究 能希望發表在學界來分享 這是我的參考文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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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